我们这门课叫做物流与通路管理 那我们的教学目的是第一个 了解物流跟通路管理的策略跟内涵 第二个是要了解物流跟通路管理的方法 程序和应用的工具 第三个了解物流跟通路管理 还有使企业可以善用通路分享的一个竞争力 第四个的话是了解物流跟通路管理 对于企业的后勤管理的重要性 那我们这一个课的话 我们的教学内容有18周 那我们上课的部分包括第一周是一些介绍 第二周的话就开始上物流系统的一个概论 第三周再来是上行销跟物流 第四周的话是物流中心的作业流程的介绍 第五周是物流中心作业规划的介绍 第六周是做存货管理的介绍 第七周是仓储管理的介绍 第八周是交通运输的一个概况 那第九周是其中考 第十周继续就是交通运输的介绍 那再来是一周的话是物流通知信系统 一些系统的介绍 第十二周是物流组织的介绍 第三周是物流系统的规划 第十四周是物流跟品牌 那第十五周十六 十五周跟十七周的话 我们做一些实例的介绍 那我们会请同学就这个物流跟通路 做一些企业的一个 比较大家可以了解的企业的一个介绍 那会包含各种的物流中心的形态 那最后在我们十八周的时候就是期末考 那我们的那个教学的话 包括的方式有课堂的授课 实例的介绍 再来是课堂的讨论 申请的报告 那这是我们的一个课程 再见 再见 再见